而在部落孩子轻快的歌声当中 凤林镇六个部落的族人 由凤林镇公所圆明课的陪同之下 走访了个行政单位以及部落文件站 身穿传统服饰的族人 受到了凤林镇长以及公所同仁的热烈欢迎 而林建平就表示 8月1号是原住民族日 在尊重多族群文化的同时 也特别成立圆明所 为原化传承达到鼎力相助的努力 孩子的欢乐轻快声 为8月1号的原住民族日揭开序幕 在凤林镇公所原住民所的同仁陪同之下 走访了个行政单位以及部落文件站 走访的每一个单位都深受原住民的热情歌舞而感动 政长林建平也表示 凤林镇虽然是客家大政 在尊重多族群的文化同时 也特别成立原住民所 为文化传承典力相助 尤其是我们凤林 虽然是百分之六十三的客家人口 但是我们也有接近百分之二十的原住民的人口 那如何在客家文化以及原住民文化 他们的互相冲撞之下 取得我们凤林镇在所有的族群 在所有的事物上面都能够更融洽 那尊重文化是我们公所的一个基本态度 尤其是我们凤林镇虎所特别成立了原民所 那专责我们部落主人的原住民的一个争取 以及各项补助的措施 以往我们的原住民事务都是在民政客里面 我们现在专责成立了一个原民所里面 我们有将近十位的所有的同仁 专责为我们凤林镇所有的原住民 各项的福利 各项的新办事业 做出一个贡献 这个就是在我们凤林镇里面 号称一个客家小镇 事实上我们的内容相当的一个精彩 尤其是对我们所有原住民族的一个尊重 每年的凤林祭 以及我们所有的补仪祭 所有的祖林祭 我们都能够尊重各教会各部落 让他们自己的文化得以一个传承的一个教育 公主公所都一定站在典礼相处的一个角度 这也是希望借我们凤林镇 从自身做起我们原住民跟客家文化 他们并不相背离 而且可以互相的尊重互相的融合 让凤林在客家小镇的色彩上面 更增添了严密的色彩 让我们发光发热 政长李建平也表示 凤林镇为多族群的客家大政 在尊重多族群的文化的同时 也会为每一个族群的文化来努力 我穿族银我荣耀 我穿族服我骄傲 我穿族服我骄傲 原住民班杖三十人 记者凌杰凤林镇采访报导 明镇 后 差 乱 枢 雇